好同学们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before after during和之后我们要看到的before after while这三组有什么区别呢 那同学们首先我们来看三幅图看看这三幅图讲的是什么一个cinema电影院前面一堆排队买票呢 哦这是在看电影的当中以及哦电影散了于是大家各自带着面带微笑往处走 于是这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我就可以分别用before during和after来翻译 before不用我说了在什么什么之前after在什么什么之后 有些同学可能不知道这个词跟我读一下叫during再来一遍during 它的意思during的意思叫做在什么什么当中在什么什么期间 那请问咱们自己造一个在电影开始之前在电影之前英文怎么说呀 那就是before the film很好那在电影当中我跟他聊天了在电影当中就是during the film 那电影之后自然说after the film所以这也叫时间接词 不过表示之前当中和之后的感觉那同学们我们来看看那这句话怎么猜 everybody is nervous before eager them什么叫nervous紧张的你想你考试前肯定紧张 每个人在考前都会变得非常的紧张焦躁和不安那来看第二句 i went to sleep during the cartoon这个字一听就会像中文cartoon cartoon 卡通火影海贼对吧那这些都叫卡通交作哎不过这个卡通比较无聊 比如什么蓝毛大战迈性人在这卡通期间边看我就睡着了是这意思啊 好那同学们we were tired after our visit to the museum什么叫museum博物馆 在我们参观我们博物馆之后我们累了肯定是之后才能累 那咱们关注关注这之前在什么什么当中以及在什么什么之后 他们后面你看加都是什么很好都是借词后面加的是名词没问题吧 他不能加句子就是他们的考点因为借词只能加名词 所以大家看我这句话说的对吗 we didn't speak during we were eating the meal 当我们正在吃饭的期间我们没有说话 错了因为during这个词是个借词 借词后面只能加名词而不能加主语位语编语的句子 那你怎么改啊直接加个名词就行了 在吃晚饭期间我们没有说话 we didn't speak during the meal 没问题吧 那同学们但是这是我们要对借词有个深刻的了解 借词后面可以加名词还可以把也可以使用动词 但是你不能把动词原型写在上面 你要把动词后面加个尾巴叫doing 语法中给得起的名词叫动名词 动名词动名词顾名思义 它是动词还是名词啊 也是名词一个很动感的名词 讲的比较动感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同学们we didn't speak during the meal 你也可以把本句的动词变成doing一个名词 叫做we didn't speak during eating the meal 在吃饭期间我们没有说话 反正你就不能给我直接加个阻尾病的句子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哦原来借词既可以加名词 又可以加doing 而且只能加doing 因为到trump或者to do什么的 那都不能加 那同学们以此类推 当然before after是不是也一样 你看我可以说 before eating the apple I wash it carefully 在吃苹果之前 我把它洗得干净 或者I started work after reading the newspaper 叫在读完了报纸之后 我才开始工作的 注意要不就记得after doing before doing during doing in doing un doing at doing 以及以后我们学的一切的介词 既可以加名词 也可以加doing 那么咱们加名词已经很熟了 那咱就收一收一加doing的咱们来完成句子 第一个在购物完之后 他们就回家了 那于是直接do the shopping 是我们讲购物中重点自足 遇到了这次after直接变成什么呀 after doing the shopping they went home 注意这可不是现在进行时 这就是一个小符号 这次要求后面的动词加小尾巴 打ing 那来看第二个 I feel sick 什么叫sick 病的意思 但是feel sick不叫感到病 就成了一个词组 叫做恶心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看到那边有一个像小山一样的大分堆 I feel sick 我恶心想吐的意思 同学们 我感到恶心想吐 在怎么太多的巧克力 肯定吃太多的巧克力 eat怎么变 很好 eat ing 因为你看到了之后这个阶词 I feel sick after eating too much chocolate 好同学们来看第三个 I'm going to ask you a question 我打算要去问你一个问题 be going to do 打算做某事 仔细考虑考虑 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吧 好像应该选一个回答那个词了 answer 但是你不能写answer 因为before是个戒词 要么你用名词 要么你就把这个动词加个int before answering it 好的同学们来看第四个 I feel awful 注意这个awful很有意思 什么叫awful 它的意思叫very bad 以前就学过这个bad这个词叫坏 今天我们学一个极坏的 不糟的特刺的都是它 老师你觉得这个地方的天气怎么样 我说the weather is bad 不没有感觉 the weather is awful 老师你看我做的饭怎么样 wow it's bad it's awful太刺激了 我都feel sick 都感到恶心了 老师你看我的笔记 oh your handwriting writing is awful 你的笔记太糟了 跟狗爬的似的 老师什么是狗爬的 就说你和狗能看到 那种别人基本没戏 所以同学们 这叫awful 现在I feel awful 不是我想度 我感觉特糟 当我今早起床的时候 在怎么样 shower之后 我就感觉好了一些了 那于是肯定是在冲了凉之后 还接着洗澡 叫什么shower吗 take a shower 或者have a shower都行 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have吧 去个e加ing 是不是就出来了 叫做after having a shower I felt a little better 好那么同学们 来看第四句 在什么我的工作之后 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回家 那怎么着 你也得把工作完成了 才能走吧 动词完成怎么说 finish 你要遇到after 很好 after finishing my work I left the office and went home 来 再来看一句最后的 before to a foreign country country国家 foreign 外国的 一个外国 it's a good idea to 是好主意去 学一些当地语言的词 那在去外国之前吧 那就得把go变成 before going to to a foreign country 是不是很简单 嗯 我不光可以用名词 遇到戒词 只要别用句子 别给我配个主语 我还可以用doing同学们 接下来在加南 这回我写俩简单句 你用before after 或者during 把它合成一句吧 用anti形式来造句 所以老的两个简单句是 they did the shopping 他们够了物 然后then they went home 他们就回了家 明显有先后 所以应该是先购物 先回家呢 先购物 再回家 after应该这么说吧 再购完物之后 他们回了家 我是怎么说 再购完物 能不能加对 不过直接用after d的就变成do 还原 还原成doing 没问题吧 先还成do 然后变成加ng the shopping 很好 再购物完之后 一起跟我写啊 do how 这是一句话了 现在 还能不能加登 不用了 你都此一句话 舍天脚了 同学们 但是然后 这也之后 哪能俩俩 然后啊 你得把他去了 直接抄一下 后面的就行了 they went home 是不是这么说的呢 点个句号就可以了 找猫号 咱们写第二句 叫drung left school drung 可以说毕业 离开了学校 然后他在一个bookshop 工作 工作了两年 那同学们 那我先把drung 在一个书件 工作两年写在前面 那那块得说 after 应该在他 离开学校之后 还是之前呢 大家自己 改评一下 完成这个句子 好 同学们 有答案了吗 咱们一起写一下 drung work 后面赵超 in a bookshop for two years 两年 对吧 在那之前 在他 那么同学们 这块应该 before 还是after 是不是还是after 好啊 叫做after drung 或者he left school 没问题吧 叫做 在他 离开学校之后 他在工厂 有工作两年 但是由于after 就是我们家 doing 是不是得把drung 去掉 把left 还成原型 叫leave吧 然后变成leaving after leaving school drung worked in a bookshop for two years 我们就写对了 那来看第三句 第三句 看能不能写出来啊 I read a few pages of my book 我读了我的书 读了几页 then I went to sleep 然后我就睡觉了 今午before 开头来造句 请大家暂停 自己写 好写完了吗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在睡觉之前 我读了几页 我的书 那在睡觉之前 然后呢 在我也得去叫 before when 都应该够过来的吧 before going to sleep the house I read a few 过去诗 pages 没学过去诗 同学没关系 跟着我写也就行了 pages of my book 是不是写完了呢 那同学们最后啊 苦尽干来了 叫做 we work for three hours 我们走了三个小时 然后估计是 we were very tired 那么同学们 当然 人家固定让你用after了 那肯定是走完了之后 我们累 咱们一起写吧 after 我故意都能说出来了吧 walking for three hours the house we were very tired 是不是叫出来了呢 所以同学们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次就结束了 before after during 他们的词组语法 叫介词 他们后面可以加名词 也可以使用do in 那么同学们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就不管的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组 还是before after 但是我唯独把中间的 during换成了while 有什么区别呢 两个图 tennis 什么叫tennis 你看他们打的是什么球 总不是羽毛球吧 谁羽毛球这么大牌子 谁羽毛球的球跟导弹似的 往球tennis 以后就会玩 那你看这是 before we play 我们玩之前 while we play 我们玩当中 after we play 我们玩之后 哦 before还是在什么什么之前 after还是在什么之后 但是在什么什么当中 我把do in给删了 就要换成了while 那你看看 这三个东西 跟刚才三个有什么区别 哎 聪明的东西已经发现了 你看 现在加的是什么 句子吧 你们有主语了 所以要记住 一旦这三词加句子 语法中 不光他们叫介词 光他们叫连接句子的连词 注意 before 既可以当介词 也可以加连词 说白了是 当介词的时候 before可以加名词 加do in 你当然当连词的时候 也可以加句子 所以就记住 before和after 两个比较万能 加词也对 加do in也对 甚至加句子 其实也对 刚才我卖了个观子 没有说 只不过 语法中 广加名词 或者度名词 do in的叫介词 广加计词的叫连词 但注意 during跟while的意思 一模一样 叫在什么什么期间 但during是个介词 它只能加名词 或者do in 它绝对不能加句子 一旦加句子 while加句子 while只加句子 而during只加名词 或者do in 所以大家来看 这三句话 第一句 Don't forget to close the door before you go out 在你离开之前 别忘 关门 好那么多事吗 还可以怎么说 我可以把笔符当个介词吧 怎么说 Don't forget to close the door before going out 没问题吧 那你来讲第二句 I often go to sleep while I'm watching TV 所以在我看电视期间 既然while是期间 一般while都愿加个进行时 或者延续性动词 了解这个 那么当我看电视期间 我通常就睡着了 边看电视边睡着 所以你要用while 因为加的是 I'm watching TV 非得了考虑你 如果可能during 你怎么说 很好 应该这么说吧 I often go to sleep during watching TV 或者直接加名词 during TV 是不是就行了 好再看第三句 they will go home 他们会回家 在他们购玩物之后 after they do the shopping 还可以怎么说 after doing the shopping 甚至直接要加名词 after the shopping 所以注意after比较灵活 加名词加doing加句子都行 加名词加doing加句子都行 唯独while只加句子 如果真正知道 那我们直接辨析的 其实就是during和while 因为before和after比较万能 来看第一个 George Fung 当你外出期间 乔治打电话来了 请问用while还是during 因为you were out 主戏表这是一个句子 所以答案是while you were out 来看第二个 the students look very bored 什么叫bored 无聊的意思 看见得很无聊啊 在整个课程期间 都显得很百无聊了 那同学们课程是个名词吧 最需要的是 很好 during the lesson 好来看第三个 do you watch tv having dinner 你一般都是在吃饭期间 你看电视吗 那看电视是个句子吗 不是 是个doing 所以那答案应该是 during watching tv 很好 during having dinner 好我们来看第四句 i don't usually watch tv the day 在白天期间 我基本不怎么看电视 都上课呢 the day是个名词吧 所以应该是 during the day 来看下一课 don't watch tv you are doing your homework 那么这个不应该问号 句号 别看电视 当你做作业的时候 到时候你再把洗洋洋 那杀死了 操你数学题上 那你看这是句子还是词读啊 句子吧 所以答案是 don't watch tv while you are doing your homework while后面习惯加进行时 因为它就在什么什么期间 或者娘动词 也等于可以延续的 在你在外期间 这种延续性的动词 也可以使用 那同学们 来看一道中考的U 浙江U的中考 非常简单 don't forget to wash your hands 不要忘记洗你的手 你吃饭的时候 首先 首先这是一个句子 但你要记住 before after 都是可以加句子 until 什么意思 一会儿就学 叫直到 问和while的区别 不用管它 问后面往往加进行时 或者加延续性动词 但你吃饭很延续 但是是不是期间呢 我就别忘了洗手 应该是先洗手再吃饭吧 所以答案是不是before啊 你要想while 虽然语法没有问题 但你从翻译什么 别忘了边吃饭边洗手 这也忒热闹了 可能你嘴里叼着饭 一边洗手啊 这就不太合适了 如果知道的话 那么同学们 接下来 好 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核心时间解词了 什么核心时间解词呢 until 以及同一词 to 刚才我说了一句 它的意思叫知道 老师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 是不是那么简单呢 随着老人为所有的时间解词 数他最晕 怎么晕呢 那就听我娓娓道来 需要记住until 可以写成til 它的意思叫直到 也可以发表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 所以它加的也是一个时间 注意拼写啊 你要写until 那是后面一改好 你要写til 后面是聊 后面可以加时间 比如they are going away tomorrow 他们明天就离开 they will be away 他们将在外面待着 直到周五那一次 周五之后才回来 until加的是一个名词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时间解词 注意until 也可以像before after那么爽 wait here until 或者to I come back 什么意思 在这等啊 等到 等等等等 截止到等到 我回来 你看 也加句子 它也是一个廉词 壮与从俱的廉词 你爱靠 不管加什么 它后面加的都是一个时间 表示的意思叫直到 仔细体会 刘老师 挺简单啊 我觉得这块没有什么难 难就是你能不能写出来 以及它在那边中文的直到 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 所以until的用法很复杂 最后把它牢记 咱们今天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同学们 先喝口水 接下来我们攻克最后一个讨厌的时间上的小借词 好 那么同学们 我们数据两个耳朵 仔细听飞飞老师来讲 until到底怎么来用 until首先的意思叫直到 它可以加一个时间 直到第二天 我们叫until the next day 也可以加一个句子 until my mother came back 直到我妈妈回来 那这两句话你来帮我翻译 这句话怎么翻译 I slept 我睡呀 睡呀 睡呀 睡到了第二天 也可以翻译成 我睡呀 睡呀 睡呀 直到我妈妈回来 那么同学们 那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甭管until后面加一个词 还是加一个gis的时间 请问until加这个时间 它到底是一个时间段呢 还是一个时间点 是一个时刻呢 until引导的时间状语 是时间段 还是一个时间点 你做不做吗 应该是时间段吧 我没说六点钟 我说等你呀 直到六点 现在三点 等直到六点 起码等四五六三小时 我睡呀 我直到第二天 不是电脑 是睡直到第二天 肯定是一个很缓慢的 时间段 包括我睡呀 直到我妈妈下班回来 肯定是时间段 所以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until前面的句子的动词 必须是一个 可以持续性的动词 比如睡觉 可以对应直到第二天 这没问题吧 我睡觉 可以直到 等直到我妈妈回来 那么东西 我可以等 直到我妈妈回来 I waited until my mother came back 但是有的时候 老师睡觉 还学过词组 叫go to bed 我这么说行不行呢 I went to bed until my mother came back 那就乐坏了老外了 知道为什么吗 虽然go to bed 上床也叫睡觉 但老外认为 go to bed和sleep不一样 sleep叫睡眠 可以延续 go to bed是个点动词 你一上床 ok就结束了 一上床 一瞬间 上到床上 左脚一上 右脚收回 就结束了 不能持续到第二天 也绝对不能持续到 我妈妈回来 你非要这么说 什么叫 I went to bed until the next day 那成了 我不停的上床 上床 上床 一直上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什么床 能那么进上啊 吸 母郎马牌的床 这肯定不行 所以千万别造这么喜剧性的句子 什么我跳下来 直到第二天 我 他死了 直到第二天 没有这样的 但是有同学比较聪明 怎么聪明呢 老师 go to bed叫点动词 sleep叫延续性 或者叫持续性动词 那我觉得这俩是反语词 点动词 要加个闹子 那就肯定是持续性动词了 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极有道理 你看 go to bed的点动词 那叫上床睡觉 你觉得不能用 我来个 don't go to bed 那什么意思了 不上床 那你看这动词 不上床 那不就原地待着吗 那就可以持续了吧 你说因为这种 死叫点动词 我来个not die 我不死 不就可以持续几十年了吗 你说睁眼点动词 我不睁眼 你那个点动词 我加个不 那不就持续性动词了吗 于是你说对了 如果是一个点动词 加not 就可以在前面使用 本句就变成这样了 叫做 I didn't go to bed until my mother came back 什么意思 你看 go to bed点动词 但是这叫 不上床 我叫做 我保持不上床 这个姿势 一直到我妈妈回来 我保持不上床的姿势 直到妈妈回来 哎呀 真难翻译 咱们中国人一般 不这么翻译 怎么翻译 这么翻译 倒着翻译 叫直到我妈妈回来 我才上床 否定这个去掉 这样能明白吗 本来应该说 我保持不上床的姿态 直到妈妈回来 那反着说不就是 直到妈妈回来那一刻 我才上的床嘛 我就不保持这个姿态了 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的词组 not until 注意怎么来的 属于前面有个点动词 不个not find的时候叫做 直到我妈妈回来 我才上床 所以同学们 until叫直到 而not什么什么until 叫直到什么什么 才 那于是until的用法 我们总结一下 你记住 这么说能理解吗 until 后面永远加延续性的时间 如果until是一个肯定句 那么中间的动词 必须是持续性动词 比如例句一 但是如果until的前面 是个否定句 比如这样的否定句 那么它动词 必须是个点动词 这样这个点动词 配合一下否定词 就又变成了持续性动词 我们广大叫做until前面是肯定句 动词用持续的 until前面用否定句 动词用点的 这样我们否定句到点 不就成持续了吗 find的时候 我们翻译成直到什么什么时候 才 所以到底前面加不加not 拒绝这个动词 如果它延续性 你加not干嘛 那又成点了 如果点动词 必须加not 那同学们来看三期中考 所以我们来看中考题 体会一下 在夏天 食物会ghost变坏 变坏 很容易变坏 当食物被放到冰箱 哎呀没有当 那怎么办呢 有老师我叫until 我说你怎么办 食物会变坏 直到它放到冰箱 就不变坏了 我说行吗 这绝对不行 因为go系动词 变成 你觉得变成是个点动词 还是个延续性动词呢 点动词吧 我变好了 我变生气 可能一下子就变了 同学们 点动词 你怎么能放在肯定句中呢 刚才你记得是 点动词 要放在否定句中 所以这个不能选do 你要选怎么选 我们把它变成否定句 要这样说 食物的 doesn't go bad 那么同学们 easily until sorry 你这块说的也不好 说这个这个 直到放到冰箱 才变坏也不合适 所以until 你变坏就一点动词 是不能加until的 那加哪个呢 if叫如果 如果放冰箱 食物就变坏 当然不能选 答案是吧 什么叫unless 它的意思叫 if not 如果不 有名除非的意思 食物很容易变坏 除非放冰箱里 那就不变坏了 所以这道题就不能选until 因为变成是个点动词 一旦点动词 前面就得加个not 这样才能变成一个延续性动词 来看宁波中考 可不可以选呢 It is a serious problem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不能决定什么 mysterious 回来 那么首先 我不会选while 知道为什么吗 while和我们家延续性动词 会进行时 而回来明显是点动词 所以不能选 那么接下来 我们选哪个呢 答案就是until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design决定 这就是点动词 你快选哪个 鸡肉饭牛肉饭决定吧 那我决定选牛肉饭 一瞬间就决定好了 这叫决定 点动词加个not 叫we can't design 也满足 前面必须是否定去点动词了 那翻译的时候 是不是也倒着翻译 怎么翻译来了 直到Mr.Harris回来 我们才能决定 是不是挺中顺的 所以不选until 你还想选什么呢 好的同学们 来看最后 北京中考 稍微有点难度 You should stay on the subway until天安门 station and then get out 你应该待在 这块都给你答案了 不好意思啊 但是能明白吗 待在地铁上 待到天安门那一站 然后才可以出来 这块为什么没有not呢 因为stay是什么意思 待是不是延续性动词啊 千万别加not 也别倒着翻译 别翻译 直到什么才 也不能这么翻译 我们就顺着意 你应该一直待在地铁上 待到什么时候呢 待到天安门那一站 然后才出来 但是没有until的话 那你选哪个啊 until等于t 没有任何的区别 好了 那么同学们 这样的话 我们until就说完了 如果还要 别着急 以后我们会有大量的练习题 让你保证until非常熟悉 所以今天的三组时间解词 在中稿中还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我们以后随着语法的完备 我们也会学一些其他的时间解词 比如你刚才看到的since啊 看到的没有看到的问啊 倒或者is 以后都会学有什么点 别着急 贪夺脚不烂 当然我们之后倒不去到寒假班了 我们的语法课第一讲 就会讲到方位解词 两解词合起来就非常完整了 好了 那么同学们 那今年的课程 咱们就到这里了 还是老话 下节课飞飞跟大家 不见不散